至于另外一位感染伊波拉的护士安珀·文森 目前在亚特兰大CDC医疗院所救治 一时说他还是在继续的发病 但是状况稳定 比较麻烦的是防疫人员担心 文森的症状可能比已知的更早出现 因此不止从克里夫兰返回达拉斯班机的旅客应该注意 先前他从达拉斯赴克里夫兰所搭乘班机的旅客 也应该要纳入监控范围 安珀·文森星期一搭机回到达拉斯之后 第二天感到身体不适就医 才知道感染了伊波拉 防疫官员担心 除了星期一13号文森所搭乘班机的旅客要注意 早在10月10号文森回到克里夫兰所搭乘班机的旅客也要留意 因为防疫单位担心 文森当时就有可能出现轻微的疲劳 肌肉痛以及浑身无力 由于伊波拉是有症状时 才有传染力 因此防疫单位现在积极联络 10月10号文森搭乘班机的同机的旅客 与当时班机后来所搭载的旅客 文森的叔叔驳斥了文森早有不适的说法 说他是等到星期二回到了达拉斯 才感到不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